22分气象时间,今天开始呢,东北季风减弱要转东风了,所以呢,秋老虎又回来几天,大家在穿搭上面要格外来注意哦,中午前后可能会高温30度以上,但是呢,太阳一下山之后,入夜清晨可能会来到10度左右的温差,要格外注意保重身体哦。 先来看一下呢,准台风第16号,叫做三巴台风,目前呢,在越南跟海南岛的附近,预估今天就会生成今年的第16号,三巴台风呢,是澳门来命名的,因为呢,这里有一个这个大三巴的牌坊哦,是一个旅游的景点,不是我们所谓的那个三巴台风,不过不管怎么样呢,对台湾都没有直接的影响,但渐渐的影响,会有一点点在南台湾呢,可能会感受到, 最主要你可以看到呢,现在的热带性地气啊,就是准三巴台风,在越南的附近,但是呢,周边有长长的云带跟云系,中高层的云系,刚好落在台湾的中南部地区,所以这两天呢,云量在南台湾,会稍微比较多一点,但是真的会下到雨势吗? 其实呢,是蛮有限的,偶有飘一些短暂正雨的形态,以多云的方式为主,而今天呢,减弱的东北季风呢,大概开始吹东, 一路到周五的时间点,所以高温呢,会稍微高一点之外,在东台湾的云量会稍微变得比较多,但幸好雨势的影响呢,都比较有限一点,当然说到了,在这个白天比较高温的情形下呢,哇,日夜温差的感受会格外的,又更加的多了,所以你可以看到呢,今天的清晨, 关系,新屋18.3度,21.2度,虽然没有像昨天的这么低温,但是大概呢,一到两度的感受上面,还是有一些偏凉,甚至怕冷的朋友们, 衣服的穿搭,还有外套,以及呢,长袖,必须要在这个时间呢,要备好,不然的话呢,很容易有感冒的情形咯, 温度降雨,你可以看到,今天的水气量呢,刚刚说到了,其实影响都很有限,只有在中南部的山区, 还有东台湾,云程量稍微比较多,多云,短暂雨,有时候是偶飘雨的形态,高温基本上呢,全台都有30度左右, 甚至30度以上,所以温差呢,8到10度是可以预期的,沿海都还是有真风跟部分的长浪, 西外部地区也因为被封测的关系,所以呢,这两到三天,空瓶都蛮糟糕的,可能来到橘灯的, 敏感族群,不健康的等级,东部,刚刚就有偶振雨的情形,但是雨势的影响都不大, 这几天,天气其实秋高气爽,有秋老虎发威,所以呢,在喜赛衣物,外出都还蛮适合的, 但还是老话一句,日夜温差大,记得要多添加衣物咯。